又发拉底河是西亚最大的河流 它从土耳其流经叙利亚和伊拉克 最后流入波斯湾 全长2780公里 孕育了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与亚树等一系列为后人所熟知的先驱文明 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河流之一 然而近几年却持续不断地有报道称 这条古老的河流正在干涸 即使是在极端现象频发的世界背景下 又发拉底河的干涸还是令人震惊 随着水位下降 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也开始暴露出来 从洞穴深处的奇怪声音 到圣经记载的末日预言 本期地球军就为大家带来了又发拉底河最惊人的十个发现 新来的观众可以点赞和订阅小铃铛 以免错过精彩视频 话不多说 让我们进入正题 第十个 洞穴深处的怪声 伊拉克安巴尔省的阿纳市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又发拉底河文明的发展就是从这个地区开始的 2022年入夏以来 随着又发拉底河的水位不断下降 一些奇怪的洞穴遗迹也开始暴露出来 官方解释说 这可能是一种古代监狱或贵族陵墓 但这种理论不太能站得住脚 因为该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类似风格的建筑 在这些洞穴和隧道附近 人们听到了一些奇怪和令人不寒而栗的声音 就仿佛地底深处有人拖着锁链行走一样 虽然有些地方河岸边的洞穴 可能会传出类似水流冲击的声音 但它们明显和又发拉底河洞穴深处传来的声音不同 巧合的是 圣经新约最后一章的启示录 就记录了各种各样的灾难和稀奇景象 被认为是对世界末世的预言 其中就有对又发拉底河类似情况的描述 大致意思就是上帝祭坛前的第六位天使 会释放囚禁在又发拉底河底部的四位天使 他们将导致三分之一的人类毁灭 话里话外都把又发拉底河底部当成囚禁天使的监狱 隐约和监狱栅栏一样的洞穴建筑 以及地底深处传来的铁链声箱对应 此外美国宇航局的一项数据也显示 过去几年中东地区的淡水储量大量流逝 随着又发拉底河的逐渐干涸 未来几年 与水资源利用有关的冲突 可能成为引发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 虽然预言并不一定真实 但死亡和毁灭似乎已经隐隐笼罩在这片地区之上 从古至今有关于巨人的事迹 深深地印刻在了人类文明的神话和传说里 而且有趣的是他们不约而同的存在于世界各地多个大洲的文化中 古代苏美尔文明国王之一的吉尔加美食就是一个显著例子 在些行文字写成的吉尔加美食史诗中 它被描述为神灵和人类所生的半神 身高五米 力量惊人 就连用来操船的船桨也有27米长 根据已经发掘出来的吉尔加美食雕像 他腰里还抱着一头带着鬃毛的成年雄狮 种种迹象都表明吉尔加美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巨人 至少在神话中是如此 此前人们一直以为吉尔加美食的故事是古人虚构的神话 但是这件事在2003年发生了转变 一支德国考古队利用现代扫描技术 成功在如今已被伊拉克沙漠掩埋的诱发拉底和河床 发现了一座聚精5000年前 保存完整的古城 在其附近还有一座相当宏伟的陵墓 这一发现让考古学家非常兴奋 因为古城的构造和传说中描述的吉尔加美食统治的乌鲁克城 几乎是一模一样 那么这个陵墓会不会真是吉尔加美食之墓 毕竟史诗中也曾记载 吉尔加美食死后就葬在诱发拉底和深处 如果能够成功发掘的话 不仅可以对苏美尔文明有更深的了解 甚至还有机会确定吉尔加美食的真实身份 从而了解到巨人这一神秘种族 但令人可惜的是 频繁爆发的军事冲突 让考古学家想要大规模发掘的计划一次次落空 一些人甚至认为美国军队早已经对该地区进行了秘密发掘 2017年网上流出的一段视频 就被认为是吉尔加美食墓穴被发掘的片段 画面中也可以看到历经千年时光 其身躯仍然不朽 直到今天 人们仍在期望考古学家能早日解开吉尔加美食墓穴之谜 第八个 金山传说 作为西亚最大的河流 右发拉底河也被伊斯兰教的典籍多次记载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关于一座金山的传说 据说当右发拉底河干河时 会有一座金山从中显现 届时争夺它的人中 每一百个人只能存活一个 预示着巨大的财富和强烈的冲突 都将降临在该地区 一些人认为这个预言可能真的是说 右发拉底河下面隐藏着巨量的金矿 而另一些人则猜测金山可能是暗指地下储存的资源 比如被称为黑色黄金的石油 如果真是这样 那无疑是一笔巨大财富 而该地区也很有可能因为石油资源的争夺爆发战争 第七个 东方诸王的预言 除了四位被囚禁的天使 启示录还有另一个关于右发拉底河的预言 当然还是和之前提到的第六位天使有关 就是他导致了右发拉底河的干涸 这一切都是为了东方诸王的通过铺平道路 东方的君王是谁 他要越过右发拉底河做什么呢 圣经中并没有明确提及 一种流行的解释是 东方诸王指的是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 作为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实体的崛起 如果说东方诸王是来争夺资源的 天使又为什么会主动铺平道路 这个预言似乎有些互相冲突 所以相信他的人并不多 第六个 3400年的水下古城 随着持续的干旱和水位下降 许多历史遗迹也开始显现出来 2022年6月 一座位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的水下古城 得以重建天日 据考证古城建于公元前1475年到1275年间 距今已有3400年历史 由一座宫殿 数座塔楼 以及其他大型建筑组成 可能是米坦尼王国的贸易中心扎基库 当地考古学家更形容这是近几十年来 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有助研究米坦尼王国的文明 该王国于公元前约1500年建立 鼎盛时期控制着美索布达米亚北部 和叙利亚的大片地区 虽然它被认为在一段时间内 是一个相当大的地区势力 但与当时的其他古代国家相比 因为很少发现 有关米坦尼王国的历史遗迹 所以它是古代近东 最少被研究的国家之一 研究小组对墙体的良好保存状态 感到震惊 他们甚至还发现了 一百多块保存完好的歇形文字版 他们被封在陶冠里得以幸存 这些珍贵的文物 可能记载了米坦尼王国的宝贵信息 能帮助考古学家 揭开帝国衰落的秘密 第五个 复杂的水资源之争 作为文明侠尔的两核之一 右发拉底河 育育了苏美尔 阿卡德 巴比伦与亚述等一系列为后人 所熟知的先驱文明 而在近代 由于流域国家的经济腾飞 核人口爆炸 右发拉底河的重要性 也育育俱增 位于右发拉底河上游的土耳其 与位于其下游的叙利亚 就该核水资源开发问题数十年间举与不断 为了填补电力需求缺口 土耳其在右发拉底河及其滞留上 建造了大约20座水坝 其中包括世界发电量第五的阿塔托尔克水坝 叙利亚对右发拉底河的开发 几乎与土耳其同步 但由于地处下游 该国对右发拉底河的开发成果 并未达到预期 远不如土方成功 两国原本就存在的水资源矛盾 也自然而然因此激化 而这一切都苦了最下游的伊拉克 因为该国几乎完全依赖于右发拉底河 和底格里斯河供应水源 更甚的是 许多为底格里斯河提供水源的支流 都发源于伊朗 而伊朗也在过去数十年间不停修建水坝 造成伊拉克的供水进一步减少 这一系列问题导致了伊拉克水资源的急剧下降 不仅影响了居民的饮水 还对农业和电力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沙漠化已蔓延到该国39%的地区 而且由于地表水减少 54%的农业用地存在含盐量偏高的问题 已有700万伊拉克人受到这些现象的影响 可能会因气候背井离乡 但人们对水的需求每年都在增加 伊拉克水利不估计 右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 最早可能在2040年彻底干涸 该地区的水资源争夺 也将朝着更复杂的方向转变 第四个最古老的隧道 右发拉底河隧道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隧道 它建造于美索布达米亚时期 具体时间推测为公元前2180到2160年 用于连接巴比伦两边的城市 据说隧道长929米 断面为3.7x4.6米 隧道用砖块堆砌 并用利青年接以防水 一些历史记载表明 这条隧道是专为塞米拉米斯女王建造 使她无需渡河就能在两座宫殿间自由来回 一直到波斯帝国时代都还存在 第三个 新月沃土 新月沃土是指右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交汇 形成的一块新月形状的肥沃土地 这里的土壤富含养分 为古代人类的农业文明 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从远古时代起 就被赋予了丰饶和神秘的寓意 新月沃土是古代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它培育了早期的城市文明 如苏梅尔 巴比伦等 见证了楔形文字的诞生 汉摩拉比法典的颁布 欧洲人 波斯人 东方游牧民族都曾在这片土地上书写历史 直到今天 新月沃土仍然是东西方文明交流和融合的重要枢纽 第二个 世界最早农村 2022年 考古学家在叙利亚发现了一个可以追溯到12800年前的石器时代村庄 这可能是世界最早的农村之一 当时的农人在这里囤积羊分作为燃料 这是动物被训养为人类提供食物的最古老证据 彼此前学界认为的训养绵羊和其他牲畜的年代早了近2000年 这些农人后来向西迁徙 最终将农耕文化带到了欧洲中部 今天欧洲各地的很多人都是他们的后代 接下来是我们的奇闻一路环节 正如前文所说 诱发拉底河对古代近东人类的生产生活极为重要 所以被各大宗教点击多次记录 甚至还被认为是从伊甸园里流出来的第四道河 这一切都给诱发拉底河蒙上了一层厚重的神秘面纱 由此它的干涸也引发了许多阴谋论者的猜想 根据一些神秘学网站上的说法 美国军队似乎在干涸的诱发拉底河发现了某种未知生物 而且已经运回了实验室进行秘密研究 虽然并没有更多的视频证据 但这些说法却在一些中东网站上得到广泛认可 根据地球军的理解 这很可能是因为该地区的宗教信众较多的远古 更多的是一种迷信理论 不知道观众朋友们对这些关于诱发拉底河的末日预言有什么看法 第一个诸神石像 在诱发拉底河源头附近的土耳其内姆鲁特山 有一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的地方 安条克一世林墓 公元前一世纪 国王安条克一世统治着名为科马吉尼的小小王国 这里也是今天的土耳其阿德亚曼省 他在奥林匹斯山之巅修建了自己的万神殿 将自己埋葬在诸神环绕之中 与科马吉尼王国接壤的各国文化 似乎在这些雕像上集于一身 波斯文化和拜火教人物 希腊至高神等都在这里汇聚一堂 虽然很多巨大的石像只剩下头颅和碎石遗迹 但它们依然精美 透露出浓重的历史韵味 游客能从附近城市阿德亚曼和马拉第亚来到这里 沿路也能欣赏到周围陡峭群山的奇妙景色 眼尖一点的甚至能看到又发拉底河的源头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以上就是地球军带给大家的又发拉底河最惊人的十个发现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